老闆等一下 沒有要做三十萬的QA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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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萬不就是給點福利 有沒有 今天先來介紹一下我的OOTD 就是外套 加上一個小可愛 再加上一個 這種小褲子 大家還會覺得說 喔有一點小sexy 喝了太多酒的時候 就把衣服脫掉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三十萬了 雖然我們三十萬有一小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 三十萬的這個QA 好不好 老闆等一下 沒有要做三十萬的QA 蛤? 三十萬不就是給點福利 有沒有 今天先來介紹一下我的OOTD 我告訴你 今天呢 我們這個穿搭很簡單 它就是一整套的 我最喜歡買那一整套的東西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省去 非常多選衣服的時間 在那邊一直翻說 啊要配這件配那件 完全不用 一整套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外套 加上一個小可愛 再加上一個 這種小褲子 你知道嗎 腿要搭什麼 你的腿呢 就是要搭這樣的靴子 就是那種小雪的感覺 然後各位觀眾 你們會想說 天啊在台灣穿這個 會不會太多了 沒有 在美國的華僑 在澳洲的華僑 歐洲的華僑 就是拍給他們看的 視野就是要廣 你知道嗎 你不用覺得下面很厚重 因為外面下雪 下面就是要搭厚重一點 可以再搭一個 小明耳大外套 一脫掉 去吃哈巴起 輕輕巧巧 大家還會覺得 喔有點小sexy 喝了太多酒之後 就把衣服脫掉 然後大家就會嚇到 就覺得說 啊 你真的好fashion喔 如果你們在別的地方 那沒關係 我再換一個靴子給你看 OK 如果你在台灣的話 想要去一個比較 正式一點的場合 那你就不用穿剛剛那個靴子 你可以先換上這一雙 下面好像有點正式 上面有點chill的感覺 這樣子 也是很時尚很輕盈的 啊 我再拿出一個包來 我再拿出一個 欸 時尚小廢包 裡面只裝的 可愛 然後你說 阿菜 你這樣的話全身都黑的 好嗎 全身都黑的 就是一個自然的感覺 然後你只要點綴在你的旁邊 加一個小蝴蝶結 就會讓你覺得 甜咪咪咪 你笑得 好啊 可是阿菜你穿這樣子 我會刮洗 我會很冷的 啊沒關係 你會很冷對不對 來 很冷沒關係 我們直接拿圍巾 有沒有 圍巾隨便圍一下 呃 怎樣圍都OK 我今天就隨便亂圍一下 然後這就可以有一個主題曲 好冷 雪已經擠得那麼深 有沒有 在聖誕節快套的時候 在誓誕書旁邊 叫男生朋友 女生幫我幫你拍一個IG的照片 好就是這樣子 畫龍點睛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用你的圍巾 幫你搭一點顏色 其他顏色也是可以的 OK 如果你旁邊是男生的話 我告訴你 你圍巾圍起來 就說 喔那我們一起吧 欸 一起多開心啊 不要不要出去下雨了 欸沒關係 我圍巾了 把自己的頭包起來 如果你有什麼偏差行為的話 我們再加一個墨鏡 去夜店淋酒醉 人家看不出來 唱K 唱得很晚 完全躲過 人們的世俗審判眼光 更明顯了 好 今天呢 我們並沒有準備很多衣服 因為我們本來要拍的是30萬訂閱 突然呢 就教起大家這個穿搭了 畢竟 2021年 穿搭之鬼 嗯? 嗯? 大家有時候會問說 阿菜 可是 你的衣櫃好像很多衣服 我的衣櫃並沒有那麼多衣服 蛤? 沒關係 今天阿菜就教你們延伸 我們呢 教女朋友講話把妹 都要話題延伸 今天 衣服也要開始延伸了 怎麼用同一件這件衣服 做不同的搭配 最客家 最PC值 PC CP值最高的方式 這套衣服 大家覺得很貴嗎 沒有 這一套衣服 整套不到1000塊喔 我們現在就馬上做改變 好 沒問題 我們馬上套了一件sweatshirt 抽屜裡扭開 衣櫥裡打開 都會有一件大雪梯 我們剛剛的褲子不換喔 一樣穿這樣 配個大雪梯 重點在哪裡 長度 那有時候這種褲子 就不能配oversize 因為配oversize就很像這樣 沒錢 冬天的話 我們就是要露出一點點來 然後這邊看我們這個屁股的弧線 有沒有 看到一半的屁股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 欸 阿菜我覺得還略顯單調 沒關係 現在要馬上加一些飾品過來 我跟你講 包包我們今天就有 小肺包一路到底 在冬天 要嘛你就是 輕鬆穿搭 拿一個極小肺包 或是 黑色的極大包 但我現在就是 偏向極小肺包的路線 Let's go OK 來 妳不是要小肺包嗎 不是我剛剛看了一下小肺包 我覺得剛剛已經秀過小肺包 但我剛剛看到一個 隨手又拿出了一個 更好的 裝飾品 我覺得這樣的傳達就非常的鄰家 雖然頭褲看起來很像拎刀出事情 不過像我們2021年的什麼顏色 應該都是可以用的 只要不要去阿嬤家就好了 因為阿嬤會生氣 你就隨便拿一個髮褲 不要有帶毛毛的 因為太多了 平面髮褲一個差不多20塊 譬如說你坐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袖子 袖子是精華 女生很多 都會這樣子 當女生做這件事情 除了人以外 就是面對喜歡的男生 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等一個人的香檳 等一個人的可可歐雷 喔OKOK有像 那現在妳就說 可是這種穿搭 下面的鞋子要怎麼辦呢 像這種剛剛我說的 呃靴子 可以 那就會比較可愛 可是妳說 阿蔡我想要犀利一點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把頭褲拿掉 把上半身拿掉 去了朋友家 阿妳家有點熱 一拿掉 哇 妳一定穿那個小可愛 Sexy 或者是妳可能想要去個夜店之類的 脫掉 那個短靴高跟鞋也是很棒 立馬就有三種不同的感覺 我們現在馬上去換高跟鞋 OK 看我們這一身打扮 千萬不要穿那種一般的高跟鞋 要小靴 然後你可以顯現妳的腿長 衣服 就是拉在妳的該B附近 妳懂嗎 不能拉太低 妳就是要拉在妳的該B附近 然後加上一種 非常chill的感覺 剛起床 唉 唉 昨晚去朋友家那個 吃火菠蘿 所以就 喔 慵懶 非常的冬天 這樣我們就延伸了三種 不同的感覺造型 只用了一件 簡單的大學廳 然後呢 剛剛的酷酷 再搭上 短靴大家都是一定要有的 啊 要等紅綠燈了嗎 也是有兩種style 一種就是 比較解形的 比較帥氣的 要有點 Lim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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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等 另外一種 大學氣息的 腳 腳一點 做做 就這樣等紅綠燈 頭 一定要歪 然後有包包就玩包包 沒有玩包包就腳一定要 這樣子 妳這很像吃帳嗎 我笑真的這樣 還笑真的帳欸 對啊 就一整個很 林家綺 然後頭髮 我跟你講 頭髮很重要 往這邊拉 一定要留著長長的鬢角 好不好 然後耳尖露出來 然後這樣 腳 腳這樣 好 完全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人色 不同的風格 好來 還有另外一種 如果身材比較好的朋友們 像如果大家有在做 路程老師的課程的話 有服了 你們這件衣服還可以這樣穿 我們先把裡面的小台拉高 你選擇一件比較緊的大學梯 盡量不要選帽梯的原因 是我會覺得這邊太厚重了 然後露一點小肚子 好不好 直接起來又變成另外一種人設 然後下面可以穿球鞋 那種底可能有一點點的球鞋 很運動風 我們現在隨便走進去 就是要來一杯姜巴Juice 就是要喝那種 很多綠葉草的那種Juice 感覺就是一個運動女孩 姜巴Juice 好啦 今天我們這個 冬季穿搭之鬼之延伸之鬼 就拍到這邊了 這身材好嗎 嗯 啊 小姐 我們現在到底是 可不可以拍30萬了 我在拉筋啦 蛤現在要拍30萬 好啦 拍啦拍啦拍啦 吃不拍了 呃 塞不進去 哈哈哈 塞不進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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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蔡 大家沒有要看專頁 我很尷尬 大家就是要看你而已啊 像你這個角度 啊 什麼意思 香啦 跟大家講這個水的 坐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